大家好,我是Stan JYP娱乐新人女团Enmix 在洛杉矶参加KCON的时候 成员CORRYON被一位工作人员还是网红搭讪的影片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8月底Enmix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KCON 而在演唱会后 Enmix成员们在后台与媒体进行拍照采访的时候 一位有些人说是美国娱乐公司的经理 也有些人说是抖音网红的这个男生 对着相机说要约CORRYON吃晚餐后 真的对CORRYON搭讪了 CORRYON TOGETHER CORR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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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是稍有名气的网红 所以被邀请到后台聚会了 他听别人说曾经是JVP所属一人 三年不能谈恋爱 就说但还是有方法 所以就更加被骂了 管他是网红还是公司老板 对方是爱豆还是什么 年纪这么大的成人男生 大上位成年人就是很恶心 应该是不知道年龄吧 知道应该就不会了吧 听说在日本也要召开KCON 日本网友们已经开始说 不要邀请网红了 JVP娱乐的工作人员们在做什么 怎么就这样可以随便接近呢 太傻眼了 不管怎么样 Emice将要在9月19号发表新曲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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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Emice能够拿下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黑粉去死 我见到姐姐们的话 真的想问一个问题 要如何面对 现在这个胡乱猜测盛行的时代 尤其是爱豆们不是更严重吗 比如说截图一个眼神就说 他应该是这种情况 他现在应该是想这样 就胡乱猜测的人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我从出道开始就被误会了好多次 一开始我也是会有点心烦 很想说出我不是那样 但是知道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说实话 我觉得只要我问心无愧的话就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那样恶意剪辑拼奏做影片的人 也真的是很有热忱 不是有那个吗 拿着大家都聚在一起的照片 把那一小部分这样那样胡乱猜测写上我们的想法 真的是够有热忱 他可能是个很激情的粉丝 这也代表了我们有人气 所以并不会伤心 但是看到因为这个伤心的朋友的话 就会很伤心 对对 看那边留言的话都是很奇怪的 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在赞同 一直看下去的话就会很难脱离 要赶紧关掉 去看旁边的人 看到恶评的话 不会说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当我看到严重的恶评 就会想象一下 这个人一整天都不洗刷 待在网咖流酸言 这样一想心情就会好点 有的恶评其实有时候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偶尔也会去看一下 但是看那些留言的话 能看到粉丝们专门找这些来打仗 真的会感到暖心 而且头像都是我们 哪爷 您心态度这么坚强 真的太帅了 每当看到大家都在赞同造谣的时候 真心觉得起鸡皮疙瘩 看到哪爷心态这么健康就安心了 艺人也真的太辛苦了 希望能提高所有酸民 想起之前造谣哪爷排挤队友的那件事了 然后想到哪爷竟然知道这些事情 就觉得很伤心 希望兔宝们都能幸福 粉丝们挂着成员们的头像 用留言与酸民搭占的故事 让人很感动 每次都一样 傻XX底下 只会有XX们快乐的在赞同 确实是 所以说 ThankQ频道底下的留言都算蛮和谐的 这就代表着ThankQ频道的内容 也很不错嘛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出道七年 第一次真喝醉的哪样 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